近年以来,国际市场对于LNG船,也就是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的需求急剧上升,可谓一船难求。 作为特种船舶,LNG船对安全性的要求极高,必须具备强大的维护系统,能在零下163摄氏度低温下运输液化天然气,并且尽量降低其蒸发率。 因为如果液化天然气泄漏气化,就会因为体积的急剧膨胀而发生爆炸。 建造LNG船最核心的材料是一种特殊的钢材叫做阴瓦钢,它的热膨胀系数极低,能够在零下160摄氏度的环境下依然保持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,而LNG船的整个舱室就是由阴瓦钢焊接而成的。 阴瓦钢,用名不变钢,能在常温到零下180摄氏度,超过200度的温差内保持不变形,稳定性极高。 但阴瓦钢也特别焦贵,接触到水和油就会被腐蚀,所以安装环境必须恒温恒湿。 而目前机器焊接只能完成90%的工作,剩下的10%的手工焊,都是一些机器无法焊接到的狭小不规则角落,技术难度更高。 焊接难度非常大,因为我们刚刚讲的,我们阴瓦板的厚度只有0.7毫米,就相当我们一些硬质板的厚度,稍微有不小心就会把那个焊板焊穿掉。 目前,国际市场对LNG船的需求急剧上升,一艘主流17.4万方的LNG船,价格也从1.8亿美元涨到2.3亿美元。